3月4號發生了一個小狗 確定是弱陽性的COVID-19以來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動植物防疫局沒來 可見不重視 可見你不重視 寵物可能會感染 它是首例在香港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看 我就帶一隻Lulu 等一下不要那麼快 哎呀這個配合我 Lulu我要講了故事 Lulu I love you 我每天都這樣子 它是我的小狗 它是我小狗 我超級喜歡它 每天回家一定要先抱它 先安慰一下 也就是說100戶的人家 有33戶 也就是說3分之1家裡有寵物 所以你看到 我現在好快樂 我是熟年 我是中年 絕對不是 絕對這個 一點也不老 所以呢 我每天都 這個只要 還沒當立委之前 我是很快樂的啊 先當立委 這是你看以前照片 以前的照片 所以我好想要回到之前 沒有疫情的時候 戴著口這麼帥的 這麼帥的 去這個我們社區 去溜達溜達 然後呢 我要出國中間這家 出國的時候還捨不得 陷陷陷陷阱 他不能上飛機 後來我去美國才知道 怎麼那麼多人帶著小狗在排隊 美國是可以登機的 好像法國航空也可以 所以我任何照片 我都有我的小狗 所以這個處長 請問你 你對我們台灣的這個寵物 認知多少 我先請問你 對不對 弱陽性嘛 但是還是風險 所以很多人家裡很緊張啊 我想請問你 現在如果有一個被隔離的 這個防疫被隔離的人 他的家人把小狗帶出來 你覺得該怎麼判 居家隔離 事實上現在我們不會對寵物 做這樣隔離這樣的一個作為 那只是說現在導致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很可能這是主人 他可能被居家隔離了 那他的小狗可能就需要一些食物 那我們的防檢局有相關的系統 也可以來服務這些毛小孩 送一些食物 或一些必要的用品給他這樣子 因為現在既然有未知性的 可能的傳染 那你有沒有去做一些宣傳 廣告說小狗要怎麼樣去 如果家有居家這個被隔離 你小狗要怎麼樣去這個去照顧他 如果有這樣子之後 你就是會議結果告訴大家 他就會避免造成恐慌性的氣養 我跟你說過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故事 就是說我的小露露 是整個我講到小露露就這麼可愛了 所以我們立法委員都要養狗 才會可愛 所以我的小露露就是這樣子被氣養之後 我照顧他有愛心 我現在是他媽媽耶 所以每天早上都會跟著我來立法院 來天你同意的話帶他來好不好 好 謝謝組長 謝謝 謝謝